民主黨和共和黨領袖的助手都表示 他們預計今個星期結束之前 會有一項解決方案出路 不過由於所剩時間已經無多 越來越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 雙方只會達成一項 內容緊覆蓋部分問題的局部性協議 此舉將會令到財政懸崖的不確定性繼續蔓延 同時導致一些稅收和支出舉措的實施 嚴重拖累經濟復甦 更加嚴重的是 這樣做還有可能引發由一次衰退 並且加劇全球的經濟放緩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李德今日表示 他認為共和黨拒絕任何的稅收增長 從而難以就財政懸崖達成協議 他對今個星期的初商前景表示悲觀 他認為美國經濟很有可能會跌落財政懸崖 李德還敦促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博立 盡快將眾議員召回國會 繼續財政懸崖的有關磋商 參議院將會在今日重新開會 眾議院今個星期並沒有任何日程安排 但議員已經被告知 可能會被要求48小時內返回 眾議院議長博立的一名助手表示 博立並未就眾議員何時結束聖誕假期 回到華盛頓定下具體的日期 這樣令到12月31日前安排預算協議投票更加困難 請問最後一件 основ災検的幻想要看 8月31日前安排 張倫敦 打敦 兩句話 打敦 打敦